高晓松卸任阿里音乐董事长 是正常人事变动 还是被迫离职 近日有媒体报道 高晓松已卸任北京阿里巴巴音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等职位 新的接替人为阿里巴巴创新业务事业群总裁朱顺岩 记者去其查查查看 相关数据显示 本次阿里音乐的人事变动 除了高晓松卸任阿里音乐董事长之外 阿里巴巴CEO张佑 阿里巴巴CFO物卫等人也退出了阿里音乐董事行列 新增的董事成员为阿里文语总裁樊陆远 李威冯玉月等 2015年阿里巴巴宣布成立阿里音乐集团 整合其下虾米音乐 天天动听这两款音乐播放软件 并确认内地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出任阿里音乐董事长 恒大音乐董事长宋柯则会担任公司的行政总裁